大家好我是Spark 上星期我就做了一个影片 关于住房好还是买房自住好 结果呢 买房自住完胜 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 那在里面我就有讲到 给我的话 就算我知道买房自住好 我还是为了这个方便性选择住房 但是买房投资的话 我就很OK 大家都知道我一般上 都是在投资这个股票 ETF的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你每个月有多元的钱的话 应该 投资股票好 还是投资房地产好 从赚钱的角度来说的话 10年过后 哪一个会带给你更多的财富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 本影片由线上交易券商 MITRED赞助播出 MITRED集团旗下拥有多家公司 分别持有由ASIC 和西马授权的金融牌照 MITRED的牌照信息 我们已经帮大家查询过了 MITRED提供比特币 每股黄金 原油股指外汇等 超白种全球热门市场的交易服务 新产品屡获国际大奖 出入金资10个主流渠道 操作便捷 到账及时 交易系统简便易用 交易零首续费 更有高达数倍杠杆可供选择 APP下载及注册开户 可以直接点击影片资讯栏连结完成 轻松点击即刻开始交易 那先声明 今天我们要比较的是 有钱的话 投资在地产和投资股票 十年下来 哪一个会带来更多的财富 要这样子比较呢 我就会算 买了房子过后 再把这个房子出去 每个月需要给多少钱 再来跟投资股票做比较 就算说 买房要花的钱 我们就把它全部放进股票里面 那我就先算 买房投资出租 每个月需要给多少钱 假设我现在 每个月有多元的这个1000块 我可以投资这样子的房子 so 照理啦 1000块一个月 我的贷款金额 其实是可以供 一个20多万的这个贷款 但是其实 可以不用这样保守的 我的想法是 可以买一个35万的房子 大概每个月是供一个1600块这样 这样如果收到的租金 有这个6800块的话 每个月我这里出的钱 其实就只是1000多块钱而已啦 1000块钱而已啦 那我去research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PJ这里是吗 要找到一间35万的房子 还真的是有点难啊 我就放Filtor进去里面做筛选 这里其实有一些排务可以选的 但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是想要做这个出租的 Condo会相对好一些 因为同样的价格的Condo跟Lender比的话 Condo的这个Rental Rate会比较好的 除非你各很多间房间 然后出租房间的话 那就不通奖啦 那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个找房的这个贴士 你看这种SS2 2500的房车 才卖40万不到 可能吗 不可能的 这个是clickbait来的 你联络它过后是吗 再跟你说 哎呀卖掉了 就知道你买别的这个房子 大家就不要被这种好扛骗了哦 那刚好我就看到这个Condo不错 30多万 然后在JR1一个很不错的这个商权对面 离SS2也行 价格也不会太高 我看了一看 这间最便宜 36万 一方扯750块 OK 就有看到很多没有装修的租1200块 有装修的大概可以租1350块 不过 我看了一下 没有装修然后要租的unit有很多一下 感觉没有装修的话 就比较难租出去 OK 我们现在就来算算看 如果是装修好的unit 租1350个月的话 我们每个月的cash flow是多少 36万的房子 我们算借付和贷款 供35年的话 每个月是供1490左右 然后maintenance fee的话 一方只是30% 但是一般上还要加上这个10% for这个新净范 480x0.33就是160 除了maintenance fee 你以为就没有了吧 嘿嘿嘿 太天真了 嘿嘿嘿嘿 我想笑比较好你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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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除了maintenance fee 你以为就没有了吗 哈哈哈 太天真了啦你 认为务主 其实是有很多东西要供的 每年还需要给单位税 门牌税等等的 所以门牌税的话 大概是年租金这个4% 我们当做政府算的租金是 1200块一个月 一年就是14400乘4% 就是576 差不多一岁的话 这个每年是不会超过100块钱的 so加起来 我就算他每个月60块钱 最后是 房子每年的这个维修费 本来我是算这个房价的0.6%的 但是今天如果是出租的话 费用应该要更高一点 我算他是房价的1% 就是36万的房子 一年的维修费是3600 这个费用就包括那些 水管包啊 Aircon Low所有的费用 你看厕所漏水那些 一次的费用要装修是吗 差不多轻多块的 然后有些那个大家店好像 洗衣机冰箱冷气机坏的话 这些也是 然后每两年 出客搬走的时候是吗 需要换下沙发 再来打扫一下油漆一下 所以 加起来 一年给一个 3600 也不是很多的 平均一个月下来是吗 是300块 所以总共加起来 拥有一间房子每个月要给的钱是 2010 那我们再算收入的部分 今天假设我们是这个 Fully furnished的 租金我们可以租1350块 那你以为租金1350 我们就真的可以拿1350吗 没有那么简单 一般人身为一个物主 我们会透过房屋中介来找这个租客 它部分的收费是一个月的房租 意思是如果你出租一些房子12个月的话 你只是收到11个月的钱而已 因为有一个的钱 你是要给这个 中介的 那么老实说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10年下来 租客每两年才办一次 那其实就要偷笑了的 所以我们这里也要预算说 每两年会有一个月的空窗期 所以实际上我们每年收到的租金 其实只是11个月而已 因为两年扣一次中介费 在一个月的空窗期 所以我们收到的这个租金 平均下来就只是1240而已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算这个现金流了 如果我们买房投资的话 每个月要给的钱是2010 收到的租金是1240 代表我们每个月还需要给一个770 跟我一开始预算的是差不多的 如果每个月有一个1000块的预算的话 买一间36万的房子 其实每个月要还的钱 就不到1000块了 那好消息是 买房出租投资 贷款是不会涨的 但是租金会涨 我这里就算租金跟房价一样 每年涨一个5% 5%的话就差不多是房价 14年翻一倍了 现在我们就要比较的是投资房地产和投资股票的人 10年过后的财富对比 我们就要Apple to Apple 公平的来比较 A如果一个月花的是770块 我们也让B投资770块 这样才公平 所以我就算投资股票的人 每个月投资在这个最简单的投资工具 每过500强的这个ETF 平均回收大概是7% 这个2010减掉租金1240 多出来的钱全部投资在ETF 你会发现到投资股票的人 每天可以拿来投资的钱 其实会变到越来越少 因为租金会涨 买房的人每个月要给的钱 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我们就来算一算 在这种情况下 10年过后 投资地产的人可以赚多少 投资股票的人可以赚多少 我们先来算买房的人 我们就算一个保守的房价的涨幅 算它每一年涨一个5% 10年下来房价大概是58万 贷款的话 因为每个月供 10年下来剩下30万的这个贷款 房价减掉这个贷款金额 卖掉房子的话 屋主可以赚一个29万 差不多算下来的话 就是老人家讲的 买房东的钱不是给别人的 就好像自己取下来罢了 每个月给一个2010 今年差不多是2万次 然后10年下来是24万 所以你自己的钱 跟赚的钱其实差不多的 拿来投资 10年下来投资股票的钱是 8万6这样子 跟这个 投资股票的29万相比 差了整整20万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结论了 买房后 买房买房后 那个产品的歌是要唱的吗 打上后 打上打上后是吗 当然是不可以啦 因为我们少算了买房 一开始要投入的这个费用 一个是装修的费用 一个是买房的交易费 装修的费用很简单 我们就算它是这个房价的10% 买36万的房子用3万6来装修 拉电 装冷器 风扇 灯 铁花 沙发 床 那个橱柜那些 3万6其实是刚刚好而已的 买房的交易费的话 就有这4个费用 所以贷款和买卖合约的律师费的费用是一样的 36万的房子的话 费用是3600 贷款印花税是贷款的这个0.5% 所以是1200块 买卖合约印花税 俗称MOT 是6200块 这些费用总共加起来是15200 就像装修的3万6 变成买房一开始要出的钱是51200 这个是买房要出的钱 我们苹果跟苹果做比较 这个钱本来是投资在投入在这个房子的钱 我们就拿来投资在股票 看10年购后财富会有多少 一开始投入的钱 加上每个月的投资加起来 10年购后差不多会有这个19万 但是还是比买房赚的少 不过这个差距就变小了 差不多10万块左右的财富的difference 就一年少1万块左右 so 好像还真的没有什么悬念 如果每个月有多一个钱的话 买地产会是一个比买股票更好的一个选择 不过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估算 好像就让我估算说 房价平均每年涨5% 然后投资股票 其实也没有像我估算的样子输地产那么多 如果投资股票一年的回酬可以去到12%的话 它的回酬也是29万块 是跟这个投资地产差不多的 所以投资地产好还是投资股票好 到最后还是要看你能做到多少的回酬而已啦 那我用地产5% 股票7%的回酬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 一般人也比较容易得到的回酬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地产投资是绝对深处的 那关于给不给投资的问题的话 其实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不要给投资 因为给投资的话会降低回酬率 今天你给投资的话 你得到的最多就是每个月少那么一点的贷款 它不会让你多赚很多的钱的 相比如果你没有给投资 你的这笔钱可以拿去做别的东西 拿去投资创业什么都好 都会比你放在头去好 就很简单的 只要你每年能做到的回酬 能多过贷款的3.5%利息 你就不应该把钱放在头去 那虽然 如果每个月有多余的钱 投资地产确实会比买股票还要好啦 不过有几个大家要注意的点 在这里也给大家整理一下 投资地产和投资股票最大的差别 各位你要知道 投资房地产 讲白啦 它不是一个投资 它是一门生意 是需要你去管理的 它就好像一个part time这样 你的租客是你的客户 客户投诉的时候你就要去 maintain那些 然后这个客户退租的话走了之后 你就要去找客户 跟做一门生意是一样的 不像股票你买了之后就放着而已 你不需要去put extra effort的 所以认真来讲 你自己管理的这个地产 它是一个主动收入来的 不是有被动收入 所以基于投资地产 就好像做一门生意 投资地产的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没有把 你没有要把投资地产当作一个主业的话 千万不要投资太多间的当地产 不然你就会因为你的part time 忙到要死 你看哦 如果你有时间这个房地产 每年租客搬一次 你几乎啦 每个月都要去烦找租客 然后假设 每一间房子有三台冷气 两间厕所 你就有三十台冷气 是你要去 你就有可能去维修的 然后有二十间漏水的厕所 是你可能要去处理的 真的是会烦到要死啊 然后还要注意一点就是 不要买你负担不起的房子 你想看啊 这个就好像做生意这样子的 需要小心的就是 如果有一天这个店没有生意的话 每个月的钱 你还是要账上处的 所以你看 如果你的收入六七千 你的房子没有人租一年 每个月需要供一个一两千块 你OK嘛 我相信是会辛苦一点 可是还可以 可是如果你买一个八十万的房子 每个月需要供4千块 每次那个房客退租的时候 你就要睡不着觉了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 凡是量力而为 投资房地产是好 但是还是要量力而为 不要买太多 不要买太高金额的 最好的做法就是 先努力提高你的成功收入 增加现金流 这样你可以买到的房子自然就多 可以赚到的钱自然也会多 注意先后持续哦 是先赚钱才买房 不是买房过后才赚到钱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到你的话 就记得按一个赞给我知道 这样我就会继续做更多这样的类型的影片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给朋友的话 就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我们下个星期见 我们下个星期见